李明卫痛失又远 没艳芳扯出肿瘤才能入侧 TVB档馆现在开馆 今天馆长带大家一起了解 港圈那些顽强的卡爱斗士 2021年5月4日 香港娱乐圈突传噩耗 女歌手李明卫在卡爱9年后 男体并魔不幸离世 年仅31岁 李明卫是香港小有名气的歌手 2010年作为小龙凤组合中 唯一主唱的身份正式出道 前途大好 但2012年的一天 她突然因大量流鼻血不止入院 后卫确诊患上了罕见的信仰囊性癌 是恶性度最高的癌症之一 这意味着李明卫痊愈的可能性非常渺茫 对此李明卫并没有自暴自弃 积极接受治疗的日子里 她依然坚持自己的演艺事业 出书出心单 只是天不如人院 短短几年内 肿瘤的增生和转移 严重地影响了她的声带和鼻腔 每晚睡觉不光需要用胶带沾上眼睛 幼儿的听力也只剩下了三成 她从年初晒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出 鄙视她的右眼几乎完全丧失了功能 无法撑海 不过乐观的态度 让她自始至终都心存希望 从没说过一次放弃 2003年12月30日 一代巨星梅延芳因宫颈癌病发生病逝 天后病重之时 经历了常人很难想象的苦难与折磨 那段时间 她的好友刘培基陪着她 辗转了苏州上海等地求医 也是亲眼目睹了梅延芳的痛苦 据刘培基描述 因为癌在那个部位 她每去自洗手心 都需要把大块的肿瘤扯出来 随后还要把它弄回去 除了刘培基 梅延芳没有将这件事告诉过任何人 这期间张国荣事件 一度令梅延芳的心情非常沉重 也让她的病情雪上加霜 203年7月 梅延芳在一次电疗后 肿瘤自己消失了 也正是在这之后 梅延芳深感自己的事不多了 为了穿上婚纱 也为了跟歌迷再聚一次 2003年11月 梅延芳仇为了她宏馆的告别舞台 演唱会的前十多天 梅延芳因为刚刚做过化疗 身体非常驱弱 以至于根本没有体力来参与彩排 可以说梅延芳能在生命最后的时刻 举办这样一场演唱会 是一个奇迹 2012年6月30日 香港女星罗慧君 阴患一脏癌在新加坡离世 罗慧君是周星之 唯一公开承认过的圈内女友 也是让她唯一一次想过结婚的对象 在一档访谈节目中 刘振伟还专门提起了周星之 想要和罗慧君结婚的事 他说我想结婚 我说what 你想结婚 你不是开玩笑啊 你就爱自己你还未结婚 我说好 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冲动 你考虑清楚 但是作为一个朋友 可能我是误解 我可能我误解你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 在冲的时候 你还没有肯定你自己要做什么 你告诉我你现在结婚 我有点 有点方张 有点不知怎么怎么是好 虽是好言相劝 但刘振伟这句话 也的确让周星驰 暂缓了求婚的冲动 这也成了两人一生的遗憾 与周星驰分手后 罗慧君的人生飞转直下 先后经历了炒楼挥本 父亲过世 但而失聪 抑郁 最后还背上了巨额的债款 直至08年才苦尽甘来 与夫生刘志敏结婚后 淡出了娱乐圈 但造化弄人 2010年罗慧君被确诊 患上了一臟癌 发现是已经到了第三期 患病后的罗慧君 保守了九公斤 但他对病魔丝毫不畏惧 每每有记者拍到他时 即便十分憔悴 但他始终都会微笑相迎 罗慧君曾在生前的告别视频中说 死不可怕 留有遗憾才最可怕 或许2013年周星驰的那部西游 就是为了弥补遗憾 写给罗慧君的赤道情书 2009年8月27日 程奎安因BNI扩散在医院品试 对于很多70后80后的营迷来说 程奎安是香港利用中经典的反派配角 一脸凶向的他 将傻里傻去的黑道分子 大傻演绎的深入人心 大傻这一称呼 也成为了他独一无二的代名词 2004年10月 程奎安在印度拍摄喜马拉雅星时 发现自己右边脖子出现一个肿块 咳嗽时还经常带血 不过当时他并没有在意 直至回港警察才发现是BNI晚期 医生还断言他只有四个月的时间 对此生性乐观的程奎安并没有因此被吓滑 他做了六次化疗 三十七次电疗 积极与病魔斗争 虽然稳定住了病情 但体重也从原来到243斤 瘦到了150斤 体质也大不如前 更值得敬佩的是 这期间他还接拍了《C家侦探》和《大华库》 那样部电影 和一支抗癌药的广告 但可惜的是 他乐观的心态最终还是没有抵过病魔的侵扰 十分令人惋惜 你还知道哪些港群的抗癌斗士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讨论 关注TVB大案馆 馆长带你了解更多TVB幕后的故事